大家好,我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《一毛不拔》 有一个穷人看见一个妇人经过她的前面 她就去求救那位妇人 她说,这位大富翁啊,求求您给我一点钱吧 您再不给我钱,我已经饿死了,我已经五天没有吃东西了 妇人说,不行 穷人又在请求,拜托拜托,我还有三个小孩要饶 拜托,妇人还是说,不行 那个穷人也开始生气了,她说,哼,你真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 突然,妇人脱下帽子,跟求人讲,说 我已经没有头发了,只剩下最后一根了 如果我把这根头发给你,那我就变成光头了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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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